本地的无现金付款目前在推的方式是扫QR码 但是这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现象 接受几个电子钱包付款的商家给贴几张QR码 结果消费者觉得混乱 商家也觉得不方便 所以政府和各大电子钱包公司去年合作推出统一QR码的技术标准 目标是商家和消费者不管使用几个电子钱包 都只需要一个QR码 这项计划的进展如何 当中又有哪些困难 市面上的无现金付款方式零零总总 让人看了难免有些眼花凉乱 对于市场可能太多选择了 但是我觉得假如有QR很方便 你基本上你scan 不管你什么都可以用 因为有很多app 不管要download这个 download那个 都会比较乱 应该integrate 没有这样乱 现在我们很多人都还不清楚怎么样用 为了去除这些问题 政府去年连同业者制定统一QR码标准 SGQR 业者能够在今年逐步采用统一的QR码 来让消费者付款 新电信旗下的付款应用程序 是第一个采用符合SGQR码标准的业者 去年我们加入了SGQR Task Force 也开始准备推出有SGQR标准的QR Code 我们已经有一个现有的系统 它可以很快地把SGQR融入在里头 所以我们很快地在11月推出SGQR Code 目前这个付款应用程序 在所有新电信食堂和三家理工学院 采用SGQR码 在QR Code发布的一个月之内 我们已经有8000笔上马支付交易 并且交易量每个月都在增长 接下来我们会逐步推广SGQR 给我们的合作商家 这个应用程序 接下来几个月 将同至少1000名商家和小贩摊位合作 但是蔡光良透露 统一QR码的挑战并不在于技术层面 技术方面的挑战 我们还是可以应付的 可是主要的挑战是教育商家和用户 采用这个方式来交易 我们员工会到更多商店 去教导商家和用户 跟他们讲用SGQR的好处 鼓励他们使用 这家无现金付款平台公司 有超过1000个商家和小贩 加入这个平台 他也是参与制定SGQR码标准的 业者之一 我们将预订SGQR标准备 预订SGQR标准备 可能在区二 所以很快 其实因为这个预订 最主要的目标 是一项QR 所以这需要 一部分的预订 among所有的预订 同一项QR码的目标 是减少这样的情况 用户不管用哪个应用程序付款 都扫同一个QR码 但是在那之前 供应商之间必须有个通用的系统 所以这家公司 连同另外六家服务供应商 在上个月组成了联盟 来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每个币批准备 或Bang批准备 这并不代表 一项QR标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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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通过另一个项QR标准备 我们都用同一项 但是我们需要交易 所以交易交易交易 我们在交易交易交易 保证明我们的交易交易 保证明我们 当你与我们一人的交易 你都能接受我们的交易 所以这些选择 为商人的交易交易 所以这种方式 也更容易 在讯息 在谈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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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家无现金付款服务商 也是这组联盟的一份子 他将在下半年推出SGQR码 在SGQR就是推出的时候 应该是在今年的下半年 那我们的那个程序 也是会和SGQR兼容的 现在我们刚刚就开了会 所以他们已经 委任了那个Central Issue 他会向那些商家 发那些 这个统一的SGQR 然后说我们就是 他们现在在跟那些 所有的这些支付公司 去融合我们的要求 还有我们的条件 虽然说SGQR码 是一个通用的QR码 但是业者指出 消费者未必能够随意使用 任何一个支付平台 很多消费者可能就 还有这个误解 就是说这个SGQR是一个通用 所以他们到一个商家 可能就看到这个SGQR 他们就以为说 你每一个支付的公司的程序 都可以用 其实是不是的 其实说你还是要看 这个商家到底有没有 跟你这家支付公司签合约 统一付款方式 或许能够减少 消费者的困惑 但是要让多数的商家采用 却不是短时间 就能够做到的事 看来要全面实行 还得等上一些时间了 服务供应商 有自己的运作系统 要把它们结合起来 使用统一的QR码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但是肯定会给商家 和消费者都带来方便 提高扫QR码付钱的使用率 在婚宴上扫QR码给红包 最近在本地出现 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了解 这是怎么一回事 稍后回来了解本地股市中的科技股 为什么最近会受到投资者垂青 了解本地股市中的富vatQR码付